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事和领导们先进了包厢 只有夏颖在卫生间磨磨蹭蹭 她一边洗手一边思考 如果待会有人劝酒她该怎么应对 呆愣了好一阵子 直到同事出来叫她 她才回过神 水干净手上的水珠再甩甩脑袋 夏颖跟同事一起走进了包间 能容二十个人的大圆桌 只留下了一个空窝 夏颖匆匆坐过去 只想当个小透明 本来她只是产品设计师 不用出席这样的场合 可无奈这次的甲方来头比较大 人家提出要对设计师亲自把关 领导自然 不好推辞 果不其然 双方领导寒暄两句后 就来了个全员碰杯 夏颖象征性的抿了一口 不料甲方领导不干了 非说夏颖敷衍不给面子 要她干杯 夏颖刚落到椅子上的屁股呢 如作真章 脸也烧起来 她又说自己酒精过敏 对方领导 咧开嘴就乐 我可听过太多这样的借口了 要不这样 你先喝一杯 我看你到底过不过敏 夏颖窝的杯子 进退两难 突然有人站出来 提她挡酒 这位酒啊 我替夏颖设计师喝了吧 何作真啊 她真的是酒精过敏 咱可不能啊 劝她喝 这事啊 都要担责任的 人群中 一阵调侃的低呼 夏颖一半啊 不自在一半感激 顺着声音看过去 竟然是陈希 一瞬间 夏颖脑子里 像过电影一样 闪过从前的事 夏颖和陈希 是大学同班同学 服装设计专业 女多男少 陈希就是那个 为数不多的 几个男生当中的佼佼者 生了一副好皮囊 一张嘴 又能说会道 这样的男生 自然受到追捧 可偏偏陈希 只看中了夏颖 用陈希当时的话来说 夏颖身上有一种 人淡如菊的气质 沉稳又安静 正好对了她的路子 陈希是爱的话呢 经别的同学的嘴呢 传到了夏颖的耳朵里 夏颖只是淡淡的一笑 表示自己 早已经有男朋友 有好事者 追问她男朋友的情况 夏颖只说 是从小就认识 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两人的事 双方家长是早就知道的 她大学毕业 就要回家完成婚宴大事 陈希听说后 不光没有放弃 反而投入了更多的感情 食堂打饭 水房打水 图书馆 站坐 陈希也算能坚持 一晃过去两年多 夏颖不断拒绝 陈希依然乐死不疲 第三年 夏颖男朋友来学校看她 其貌不扬 陈希觉得自己 不应该输给这样一个人 便鼓足勇气 在夏颖的宿舍楼下 弄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表白 鲜花蜡烛和真心 西数捧在夏颖面前 没想到 从三楼窗口 泼出来了一盆冷水 浇灭了蜡烛不说 也吸了陈希心中的那团火 陈希四处去打听 得知夏颖男朋友 连大学都没有考上 但是家里有钱 算是个小富二代 高考落榜后 就在自己家的工厂里做事 也许是出于不甘 又或是出于报复 陈希和朋友四处散播 夏颖为了钱 和富二代在一起的言论 事情发酵了很长时间 那一阵子 夏颖不惯走到哪里 就有人对他指指点点 夏颖不解释 却也不再搭理陈希 大四上半年一结束 他就回了家乡的城市实习 拍毕业照 夏颖都没有出现 毕业征书都是委托学校 寄到他手中的 毕业后的同学聚会 更是一次都没有参加过 只和当时的室友 好保持的联系 没想到过了好几年 竟然在老家的城市重遇到陈希 席间一片暧昧哗然 陈希解释道 夏设计师和我是大学同学 所以呢我了解他多一点 众人才放过夏颖 陈希替自己解了围 夏颖也不能当个哑巴 到了杯饮料当回礼 脸上挂着笑 心里却暗自叫哭 怎么会是这样的尴尬 禁地重逢 陈希竟然成了他的客户 后半场果然没有人 再劝夏颖喝酒 对于这点呢 夏颖是感激陈希的 推北万展之间 对方公司敲定了双方的联络人 陈希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老同学嘛 多少有点默契 比双人之间更好沟通 陈希也欣然接下了这个任务 笑得一副千千君子模样 夏颖心里却百般不适 大脑飞速运转 不停思考着 曾经接下梁子的两个人 该如何和平相处 越想心里越发毛 酒局结束 有人提议继续第二场去唱歌 夏颖委婉地表示不想去 陈希便顺势提出送她回家 领导这采访人 分别时还打去说 脸人是要单独叙旧 那种心知肚明的语气 让夏颖恶心 可为了能顺利离开 夏颖不得不忍着 小情绪上了陈希的车 一路无言 夏颖报了个小区地址后 便眯上眼装作休息 也不知道开了多久 陈希的声音响起 到了 夏颖立刻睁开眼睛 伸手去推车门 陈希又开口 离婚后 你就住在这里 车灯照着前方 是一个老旧的小区 保卫室里 连个值班的人都没有 看上去呢 有些阴森 像以心里各等了一声 迈出去的一只脚 又缩了回来 你怎么知道我离婚了 陈希摸着鼻尖 眼里是有似有无的笑意 这些年 我不一直惦记着你吗 想打听你的事还不简单 要不你以为我 为什么会出现在 刚才那个饭局上 气氛变得有些暧昧 夏颖干巴巴的 笑了两声 陈希接着说下去 真的 我本来是在总部的 上个月分公司上报项目 和合作单位人员组成 我审核的时候 看到了你的名字 就留意打听了一下 原来真的是你 我记得你大学 没毕业就回来了 后来听说 你一毕业就结婚 还以为我没戏了 没想到 这才几年呢 你就离了 我这不就赶紧过来了 陈希还想再说些什么 这时候正好有车 在后面按喇叭 夏颖如获大赦 似的下了车 临走前 她听到陈希冲她说 明早 我来接你去公司 咱们来日方长 夏颖应应了一句 不用 我自己坐地铁很快 快速跑开 她没回头 浑身竖起了汗毛 那是一种 由内而外的惧怕和抗拒 一日 夏颖起了个大噪 想要赶在陈希 倒之前离开 没想到一下楼 就看到陈希的车 停在那 有一瞬间 夏颖甚至都怀疑 是不是前一晚上 她压根就没走 硬着头皮走过去 陈希 从车里出来 将买好的早餐 递给夏颖 这么早 你肯定还饿着肚子 先吃饱再说 夏颖 有一些哭笑不得 上学的时候 陈希就是这样 不管她愿不愿意 不管她拒绝了多少次 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做所有事 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从前 夏颖能硬气地拒绝 甚至能翻脸 最坏的结果 也就是我老死 不相往来了 可现在不同了 身份加持 陈希是她的一世父母 这一点 她铭记于心 夏颖还记得 昨天到家后 上次给她发来信息 叫她好好应对 这次的合作 务必要让客户满意 甲方最大 夏颖实在没有底气 去惹怒陈希 更何况她现在 急切地需要这份工作 毕竟薪水不菲 离婚后的她 担子上的责任 无比重大 她没有从前傲降资本了 深吸口气 结果陈希递来的指代 夏颖从容地坐进车里 劝自己忍一忍 用平常心对待 毕竟甲方爸爸都是上帝 忘记她是陈希 忘记以前的不愉快 把这半年平稳地度过 拿到她该得的收入 这事就算翻篇了 见夏颖主动钻进车里 陈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没送陈希去公司 而是将她带回了自己的公司里 理由很正当 既然是第一次合作 又是这么大的项目 我想你要先彻底了解一下 我们公司的人文理念 这样有利于设计出 符合我们公司形象的产品 明知道这是借口 夏颖却无从反驳 只能压得一口气 跟着陈希走进她的办公室 项目组的时间还算充裕 陈希作为负责人 掌控着整体走向 她不急 其他人也都不急 除了夏颖 第一个月 夏颖呢 从陈希那儿 要走了公司 所有过往产品的资料 以做了解和参考 每次夏颖 腻在资料里 用功的时候 陈希都会冒出来 不是要带她出去调查市场 就是要带她出去采购原料 夏颖推辞说 这些不是他们要操心的事 陈希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等着她 一旦出去了 那天是绝对不会再回到办公室的 还像大学那两年一样 陈希在夏颖面前拼命地献殷勤 好吃的 好喝的 好玩的 见天地的 带着夏颖去打卡 有一次竟然还要将夏颖 带去了商场看衣服 时间长了 大家看着端倪 私下都说陈希 借用植物之变追求夏颖 听到留言的夏颖心里着急 和陈希商量 不要再对她特殊对待 否则这个项目很可能 就要交给其他人 而她真的迫切需要用这个项目来证明自己 并且拿到那笔不菲的奖金 这次的陈希呢 比起大学的时候也算成熟了些 同意夏颖说的 工作期间保持距离 但要求夏颖每天下班后和自己一起吃饭 我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 只有你一个熟人 你不尽尽地主之遗吗 夏颖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疼 却也只能忍受着火气 两个月之后第一次交设计稿 客户公司表示还很不错 只是细节处需要修改 还顺嘴夸了一句 老同学共事就是不一样 这样合作省心省力 得到客户的肯定 夏颖心花怒放 晚上和小组人员聚餐 以庆祝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陈希笑呵呵的走出来 说她来请客 众人一片欢呼 吃饭的时候有人喝多了酒 大着舌头八卦 问陈希是不是对夏颖有意思 夏颖红着脸 让她好好吃饭就得了 陈希却大乐乐地承认 是的 我大学时候就追你们下设计师 可惜没有追上 现在她恢复单身 我决定再接再厉 夏颖瞬间实话 原本不明不暗的 她还能以老同学的借口 搪塞过去 现在陈希不管不顾地 摆到了明面上 她也都不住底了 当着同事们的面啊 夏颖不好发作 聚餐结束后 赵丽是陈希送她回家 憋了一路 车子停下的那一瞬间 夏颖决定和陈希把话说清楚 我觉得我应该正面地告诉你 我们没有可能 夏颖开门见山 陈希好像很不在意的样子 我打听过了 你离婚呢 是因为你老公家破产了 听说因为欠款太多 她现在三点两头 要去看守所待两天 怪不得过惯了舒服日子的你 需要自己出来工作 你跟我在一起 完全可以再过回以前的日子 现在呢 我在总公司那边 多少也算中层 年后分到股权 收入还会再涨 话语出口 夏颖感到一阵寒意 这个男人的讨厌 还真不是表现的一处 夏颖觉得多说武艺 直到下 以后我们只是普通的合作关系 随后就下了车 不卑不亢地 走进那个老旧的小区 既然选择撕破脸皮 夏颖就做好了 应对困难的准备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陈希竟然能这么卑鄙 第二次交稿呢 距离项目收尾 只剩下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夏颖一心铺在设计图纸上 可最后还是被拒稿了 理由是 与公司的设计理念不相符 夏颖不解 问为什么只是在上次的基础上 改了一些 反倒被避稿 验收小组没有正面回答他 只说已经沟通好了 换一个设计师 夏颖回公司后 新的设计师找他交接 对方是一个惊艳颇丰的老员工 好心提点他几句 年纪轻轻的 骑行那么大做什么 跟谁过不去 都别跟钱过不去 听说呀 你那个大学同学 就是这次的项目负责人 订稿是他做了算 你说你这孩子 此话一出呢 夏颖立刻了然于心 从项目上被撤下来 对设计师来说呢 是打击很大的 可何况这是夏颖 进公司之后 接受的第一个大项目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夏颖都处于闲置状态 没有新项目分到手中 当初进这个公司 夏颖的专业是不对口的 虽然都说是设计专业 但产品设计和服装设计 差了很多 是靠着前公共的关系 才勉强给塞了进来 眼恰 眼下呢 差点搞砸了项目不说 还复写了很长时间 先以自己都不好意思 在公司待下去了 此前想后呢 夏颖提交了辞职报告 关于项目和陈希的消息 再也没有关心过 再见陈希呢 已经是临近春节 彼时两人在同一家火锅 排队 夏颖的号呢 排在陈希前面几桌 夏颖和身边的男人 有说有笑 随后把小票 塞到了男人手里 说自己要去下卫生间 见状 陈希也撂下身旁的女伴 跟着去了卫生间 陈希紧走几步 追上夏颖 你们又重新在一起了 陈希认住夏颖身边的 那个男人 就是大三那年 去学校看夏颖的人 也就是夏颖的前夫 被吓了一跳的夏颖 猛然回头 见识陈希 二话不说扭头就走 却被对方拉入衣袖 我这么喜欢你 都不嫌弃你离婚 为什么你连正眼 都不看我一下 陈希咬牙切齿 是吗 不嫌弃 那我告诉你 我有可能不能生育呢 夏颖还是那一副 寡淡的样子 陈希的手垂下来 眼里多了些不可置信 你说你喜欢我 可你的喜欢 有哪一点是真的为了我好 我不喜欢高调 你偏要弄得人尽皆知 大学时的告白是这样 上一次的进攻会也是这样 我说我有男朋友 你非要做尽一切事情 你到底是为了感动我 还是要感动你自己 还有 你是不是特别输不起 告白被拒绝 你到处说 我拜金 这次又使手段 让我丢掉项目 你真的喜欢我吗 还是你只是因为心有不甘 所以才在我离婚之后 再来接近我 最后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和我老公 复婚了 当初离婚呢 是因为我公共决策 事务破产 欠了很多债 我老公怕追债的来骚扰我 所以才执意要离婚 现在我老公该负的责任 已经负完了 他自然能坦然活在阳光下 说完 夏颖转身离去 留下陈希一个人 孤独的站在 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回头想一想 似乎夏颖的每句话 都戳中了他的心底 得不到就毁掉 他确实曾这样想过 阴暗角落的想法 赤裸裸的揭露了 他肮脏的内心 夏颖昂首阔步的向前走 他知道事后老公的目光 会一直的追随着他 很清醒这些年 他对待垃圾人的态度 一直分明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呢 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 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呢 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 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开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继续地点击说明里的链接